下班下班了 今天还早 去菜场买菜去 这小排骨来一点 三根排骨 排骨多少钱接下来 排骨28 446 来这里买点肥肠 肠头 48块钱 48 46 94块钱 再买点配菜 买个洋葱 玉米我儿子比较爱吃 放一个里面煮煮 12块钱 菜蛮好 今天回去要做个硬菜 水煮 肥肠排骨 跟那个传统的水煮 还不太一样啊 大家看看我怎么做 买回来这个排骨啊 我们先用清水 给它浸泡一下 去除里面的这个血水 泡洗好以后呢 我们冷水下锅 先给它焯个水 搁一点黄酒 葱姜 再准备一点配菜 水煮菜 少不了这个豆芽 土豆 这个里面 比较丰富准备的今天 锅里水开以后呢 这个浮沫 我们给它打一下 开热水给它冲洗一下 冲洗干净以后呢 我们要先给它晾干水分 放在这里 锅里先给它烧加点油 油温上来以后呢 我们火小一点 放入姜片 倒入空干水分的排骨 使劲地给它煸炒一下啊 油温控制好以后 它不会煽锅的啊 炒一炒以后呢 火再慢慢地给它蒸大一点 上来如果是很大的火 一下子就把这个排骨容易粘在锅上面 这个排骨啊 我们要提前给它红烧好以后 再做这把肥黄排骨 如果你家里有卤水呢 提前给它卤一下也可以 这步呢就是先把上面的水汽炒干 它腥气就没有了 而且比较香一些 表皮有点微焦就可以了 放一点这个黄酒 酒香味给它沖上来 加一点生抽 少来一点老抽上颜色 可以少割一点点黄豆酱 烧排骨啊 割点黄豆酱口感更好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酱料一裹上去 香味也上来了 颜色也上来了 我们直接给它加开水 水不要太多啊 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再给它少割点盐 来上一点点冰糖 来一点胡椒粉 准备一个葱结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以后 小火炖半个小时 排骨在锅里炖上了 这个配菜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样 买的一个长头 炙鸡乳呢比较麻烦 买来方便一些 这个素菜呢 我准备的是后百叶 黄豆芽 这个是花菜 有精花菜 买长一点这个 玉米 土豆 葱姜 蒜都要的 还有洋葱 芹菜 线椒 葱姜蒜呢 这个就是姜油 葱油 然后蒜今天忘记买了 我们就不放了 大家有的话放一点 千丈卷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切成 一公分宽度这个条 土豆呢 我们先给它切 一公分左右的这个厚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 正方形的条 土豆先给它 放到这个盆里面 冲洗一下 帮它氧化变黑 花菜给它改小一点 就可以了 玉米也给它切成小块 切成这种圈圈就可以了 芹菜给它切成四五公分长的 断 线椒切成圈圈 洋葱切成块 生姜呢 我们切成小粒 葱切成段 最后把这个肥肠处理一下 就可以了 直接切成这个小圈圈 这个肥肠看起来可以 闻在地香的 以前我妈住在这边的时候啊 都经常去她家买这个肥肠烧 排骨差不多了啊 给它关火 要给它炖烂了以后啊 葱姜剪出来 排骨我们也给它挑出来 汤汁不要了 我们就把这个排骨挑出来就可以了 放一点葱姜 炒出这个料头的香味 料头炒香以后 加一块火锅调料 一勺豆瓣酱 我们给它炒出红油 红油炒出来以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加水 放一点生抽 这个咸味不够 我们还要放点盐 放点糖 胡椒粉 这个汤汁啊 我们在锅里要先给它煮个几分钟 把这个料的味道给它煮出来 这个料在锅里是越熬越浓的啊 大家看到吧 准备一个大的漏勺 把里面料渣子的给它捞出来 要不然这个料渣子碎碎碎的 再准备一个细一点的 把里面这个碎末的再给它捞捞干净 清爽一点 料渣子捞掉以后呢 我们先放入玉米 呃成熟时间长的呢先放啊 葡萄也放进去 煮一会儿 差不多断生以后啊 我们再放入这个豆芽 和这个厚白叶 花菜啊我们最后给它放 花菜放进去稍微烫一下就可以 花菜煮久了以后面料就不好吃了 要吃这里面那种脆口的 煮好的这个素菜跟这个汤汁 一并倒入这个托盘里面 没有蒜我们就放一点姜 再放一点洋葱 把料头呛一下锅 呛出这个香味来 来放一点香辣酱 少来一丁点这个豆瓣酱 火锅料呢我们来的一丁点就可以了 用混合料烧出来这个菜呢 它香味更加浓一些 炒出红油就可以了 先放入这个肥肠 给它使劲的煸炒一下啊 最好给它煸煸透 把排骨放进去 一起翻炒一下 多割上一点这个黄酒 来放一点点这个生抽 把前面准备好的这个线椒 然后芹菜洋葱全部给它放进去 料头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 中间可以少淋一点点水 再少割上一点盐 来点糖胡椒粉 稍微烧一下啊 把这个菜给它烧烧透 就可以直接出锅 烧好的这个肥肠排骨 我们给它浇在这个上面 然后打开火一边烧一边吃 你说能不香啊这个 得有一点仪式感 撒点酥芝麻 花生米 再撒上几个 小香菜一百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菜是真的香啊 必须配上二两酒 你看你是操作的肥肠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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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